23号凌晨连续发生两起规模6以上的强震 导致了明里路统帅大楼倾倒 而根据了解在三个月前 刚有住户入手738万一户的房子 却没有想到贷款都还没缴清 家就不见了 而方仲就提到 虽然贷款的部分还是得要缴清 不过在贷款的时候 银行也会强迫保下地震线 理赔金额不高但不小补 天要地动23号凌晨连两次规模6以上的余震 导致灾情不断 而位于明里路的统帅大楼 在0403强震后就被贴上红单 还等不到拆除就支撑不住倒塌 不少住户相当心疼 根据了解统帅大楼是位于市中心淡黄区 不少人会抢着入手 而在今年1月有屋主才刚花738万每一户 没想到刚入住三个月就倒塌 不但无家可归 还得继续缴清好几百万贷款 一般来说只要你房子是有贷款的话 其实银行本来就是会强迫你去购买所谓的地震线 因为这个地震线它的理赔 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大概才150万元左右 所以其实算是只能够说不无销补 不顾房仲有提到当你贷款买房时 银行就会要求要保地震线 虽然理赔是有上限的 不过也是不无销补 所以说签约之后但还没有过户 但房子理论上是属于买家的 所以买家这个时候 他就应该要去承担这个房子倒塌的风险 房仲也表示如果刚交屋 甚至是刚签约的人都必须自己承担风险 不过0403强证后 逆政部也特别设立新的补贴方案 增加受债户的补贴金额 让他们生活能尽快回复平静 记得徐丽琴亚足华联报导 谢谢大家